房地产用金由谁出 卖家还是买家 房地产用金一般都是由卖家出 包括给买方经纪人和卖方经纪人费用 这是房地产行业长久以来的传统 卖家支付卖家经纪人费用无可厚非 卖家支付买家经纪人费用 可以用来激励买家经纪人找买家来看房子谈生意 然而周二的诉讼以及用金结构的潜在变化 一时激起千层浪 业内议论纷纷 大家好 我是科科探 旧金山湾区的全职房地产经纪人 周二密书里州陪审团裁定 卖家支付了过多的买家经纪人的佣金 因此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和几家大地产公司 得赔偿17.8亿美金 这个诉讼涵盖了2015年4月到2022年6月的房屋销售 根据反垄断规定 首席法官可以将赔偿金提高三倍 总计超过50亿美金 原告还要求法官下令改变地产行业的运作方式 针对长久以来的行业惯例 试图降低用金 彻底改变房地产经纪人赚取薪酬方式 难怪在业内已经就炸锅了 这个判决对房地产行业会有很大的影响 除了透明度最重要的就是用金结构 因为这次的诉讼结果可能会改变用金的结构 卖家可能会选择不再支付买家经纪人用金 由此带来的蝴蝶效应引人深思 一 卖家不支付买家经纪的费用 那很自然的是否就由买家来支付用金 这部分用金是除了买房子投款以外的额外的费用 不是所有的买家都有这样的经纪实力可以支付得起用金的 二 如果买家不愿意付用金 会不会直接找卖家经纪呢 卖家经纪又会不会愿意不收买家经纪人的费用 而做买家经纪人的事情呢 三 如果买家和买家两边有同一个经纪人代表 经纪人代表的利益是卖家的还是买家的 会不会有利益冲突 四 卖家不支付买家经纪人的用金 买家经纪就没有动力带买家来看房子盘价 会不会因此价钱卖少了反而没有省到钱 不要觉得此事离我们加州还很远 其实已经火烧眉毛 加州房地产协会在中午立即推出了紧急会议 在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举行 邀请了协会的重量级人物来讨论和回答问题 会议开始参与的人数迅速的超过了Zoom的上线3000人 很多人进不了Zoom只能去看直播 下周加州房地产协会还会请律师继续讨论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周加州房地产协会